那我們首先要登場的是 5G產業創新發展聯盟開源系統軟體SIG 那就麻煩你們先再來準備一下了 好 那5G產業創新發展聯盟設立開放網路架構 系統供應鏈 垂直應用 智慧拆散權 開源系統軟體5個SIG 期望透過互信互利的聯盟運作 提供國內資通訊產業 電信服務業 及應用服務業之間的有效互動合作 並與政府單位 研究機構相關資源做緊密結合 借以加速建構5G產業劣質發展環境 並推動運用5G技術建立不同領域垂直應用 以達到提升國際競爭力 及走向國際市場為宗旨 那現在就請5G產業創新發展聯盟開源系統 SIG的夥伴進行分享吧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5G產業創新聯盟開源SIG的秘書人員 我叫Tony Tony Yang 來自公園院 我想早上的議程 那個台客大的鄭教授 還有剛剛那個公園院的Kevin 已經介紹蠻多關於open room的部分了 我想我們聯盟在這邊 目前我們5G產業發展聯盟大概已經有60幾家廠商 每個廠商都跟我講缺人缺人缺人 而且缺的都是軟體工程師 而且更缺的就是懂電信的軟體工程師 因為最主要是以前的電信系統是一個封閉系統 所以各位的優秀的軟體工程師很難替找到這個環境 來開發電信相關的一些軟體 但是在open room這個時代來臨以後 各位可以發現 各位只要在那個傳統的那個 我們叫general purpose的server上 就可以發展你們電信的一些功能軟體 所以這個機制有點像1980年那時候 就是電腦開放型架構的時候 台灣產業大幅起飛 像ASUS Acer 還有譬如說微星技嘉等等 當然還有炎陽炎林這些工業型電腦 所以說開放型架構對整個產業的促進是非常的龐大的 所以說你各位可以看到 剛提到的就是鄭老師有提到 目前包括電子五哥 還有資訊廠商 網路廠商 還有SI業者 甚至電信運營商 全部都投入了open room這個產業 所以這個產業是非常的巨大的 所以說我們很希望說 台灣有機會再抓住這個 電信開放型架構的這個機會 把我們以前在電腦那些的一些 輝煌歷史在電信這邊來展現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很多SERVO廠商 叫廣達 或者是核塑 佩卡床 還有像洪海等等 他們都在這個產業 所以我們這個聯盟現在非常的龐大 剛剛特別提到有五個SIG 我們今天主要的目的是來介紹這個聯盟 後續我們有一些 各位如果方便的話也可以到我們那個 延陽大樓312教室去參觀 那邊我們有一些工業的一些工程師 可以跟各位交流一下 如果各位願意留下資訊的話 我們有一些小贈品會在那個攤位可以給各位 後續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聯盟 把你們跟我們的產業界去link在一起 那邊工作機會非常的多 我想今天是第一步 讓各位知道一下 這個部分我想剛剛兩位講者大概都談到了 我再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目前跟OpenRain相關的有兩個組織 第一個就是Orient Alliance 它是定標準的組織 所以Orient Alliance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把所有界面都開放而標準化 所以說你要根據這個標準 你就去開放你需要的工人軟體 所以它的工人軟體 一個機器台的工人軟體可以切割了非常多 所以剛剛有特別提到 可能有把機器台切割成RU DU CU 甚至智慧時間控制 還有管理界面這樣的軟體 所以說你只要發 你不一定要全部發展整個機器台的軟體 你只可以發展裡面部分的工人軟體 透過認證測試 你就可以跟其他廠牌的 其他公司的工人軟體去做整合節節 所以未來的電信運營商 它就可以買不同廠家的設備 包括軟體跟硬體 去整合戰績 來提供電信服務 這樣就打破了過去40年 被Nokia Ericsson 華為中興所寡佔的市場 所以這個部分在整個台灣產業界 現在是高度重視這個發展 當然 因為美國美洲貿易戰的部分 我們台灣現在也 也占到一個地利之變 因為我20幾年前是軟體工人士 後來發現 因為對岸的壓力的一個情況 叫我們整個網通產業是有Degrade 不過這兩年我發現好像回到以前 二、三十年的前景 機會非常的多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參考這個部分 另外下一個group就是剛特別提到 就是這個聯盟剛正老師有提到 就是有三個 31家國際電信運營商組 組成的一個聯盟 裡面有300多家的廠商 其中台灣廠家佔了三十幾家 是世界第三名 我們僅是美國跟中國 這一次再次驗證的 就是台灣產業對這個重視 在國際組織裡面的重視 另外特別強調就是 他們贊助了 Orient那些 因為他們是電信運營商 他們還蠻有錢的 就是國際電信運營 他們贊助了Linux Foundation 去發展就是 激勵台的開源軟體 所以說目前這整個開源軟體 它的release非常正常 每半年都 都把code release 出來 所以它這個project 看起來是非常健康 所以說 如果各位軟體公司 如果投入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計畫 應該會看起來 會長久的走下去 這個部分就是 整個台灣的lab的部分 事實上台灣 可以看到 台灣有兩個lab 這是全世界 目前跟Orient有關的lab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太特別講 台灣的lab的密度 是全世界最高的 有OSC的lab 還有那個OT的lab 所以說在台灣發展 Orient這個相關的產業 是非常容易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聯盟的介紹 這已經出現幾個 如果各位有興趣加入聯盟 希望跟聯盟的廠商去做engage 可以掃描 可以掃描我們的QR code 不然的話 待會到我們的那個展場去的話 也有這些東西 也有這個介紹跟QR code可以掃描 所以最後時間關係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展場就在那個 那個 沿揚大樓 3樓 312教室 歡迎各位來指教 好 讓我們謝謝5G產業創新發展聯盟 開源系統SIG的分享 那接下來請Blocko的夥伴進行一下準備囉 好 台灣區塊鏈新創Porto門戶科技 與旗下虛擬貨幣錢包Blocko 自2019年來 致力於打造不管一般大眾 及合作企業都能夠輕鬆使用的 元宇宙入口 在元宇宙的熱潮之下 大型企業對於區塊鏈及NFT的深度合作需求 趨增 門戶科技也透過優化區塊鏈應用技術 收到獨行俠隊老闆 馬克庫班 創業加速器 AppWorks等的青睞與投資 那接下來就要請Blocko的分享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們是Blocko 那我先快速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李璇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是軟體工程師背景 那我之前先後在不同規模的公司工作過 其實我原本在求學過程中就想從業 不過想說先去不同的公司歷練一下 然後感受一下不同的階段的公司 會遇到怎麼樣的困難 或者是說有什麼best practice可以學習 然後最後再做一個屬於自己的題目 那就是現在就是Blocko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我們想要讓區塊鏈變得簡單 就是Blocko這邊還有Portal 我們公司叫Portal 我們的產品叫Blocko 那我們這邊其實聚集了一些擁有深厚區塊鏈技術的人 那我們其實知道就是區塊鏈裡面的各個component 那可是我們目的是希望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一般大眾 不需要了解技術背景 都可以很輕鬆的使用到區塊鏈應用的一個入口 因為我們相信區塊鏈的長期價值 就它不 雖然說大家從新聞上看到 可能大多都是B 漲了多少 跌了多少 NFT 賣了多少之類的 可是其實它長遠來說 它能夠提供的價值絕對不值這些 它可以在金融上 它可以在大家決定事情的方式上 就是共識上 還有在很多的領域 在像是遊戲上都可以發揮它的價值 那我們相信這樣的價值 所以我們也希望可以把這樣子的價值 真的介紹給全世界 那這件事情必須要讓它足夠簡單使用 才辦法發生 這有點像是就是網際網路產業 在1990年代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說 網際網路未來很有潛力 然後potentially可以改變世界 可是1990年代的網際網路產業 就是一個你要真的要上網是很困難 然後進去之後也還沒有太多有趣的事情可以用 沒有太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那現在區塊鏈產業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可是我們希望可以改變這一點 那現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區塊鏈很難用 一個新 有人有用過就是區塊鏈Dapp嗎 就如果 如果是一個新用戶他要進入這個世界 其實他一開始光是創建錢包 光是要註冊一個帳號 就要大概幾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那其實他的conversion rate很低 就是說能夠完成這整個process 真的最後變成一個用戶的人 其實低於5% 那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問題 我們希望改變這個問題 而且我們也已經的確改變這個問題了 透過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一個新用戶on board 他只需要10秒鐘之內就可以 創建一個帳號 開始使用區塊鏈應用 然後conversion rate就是這個 真的成為一個用戶的轉換率高於95% 那我們有提供就是 我們自己本身有提供App 就是說我有一個錢包 有一個這個區塊鏈的身份系統 讓你可以很輕鬆地去使用這些應用 同時我們也把這些東西打包成一個SDK 讓他可以直接整合到別人的web app 在網站或者是mobile app iOS Android還有Unity的app裡面 然後直接在別人的app裡面 提供完整的onboarding 跟就是互動的process 那不管你是比較新手 你比較希望一個 就是我們這邊可以利用 我們建在GCP上面的服務 然後幫你幫用戶代管私藥 然後讓他可以很輕鬆地 直接透過這個SaaS 來去access blockchain application 或者是如果你更在意去中心化 更在意自己的安全性 你其實在事後也可以轉換成一個 自我管理私藥的模式 然後更符合區塊鏈那種去中心化的精神 那這剛剛有講到我們提供的 有web SDK app SDK 還有現在正在新做的Unity SDK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把這個就是 Final開大 讓更多的用戶可以透過我們提供的很 就是frictionless onboarding experience 可以進入到區塊鏈的世界 那這是我們的合作夥伴 有包含像是前陣子很紅的NBA Top Shot Yahoo 然後CNN Vault Moto GP Ignition 然後前陣子也有跟GoGoro合作 最近我們在跟Line合作 那其實都是 這裡可以看到 這裡有很多算是web2裡面很知名的企業 他們想要把他們的服務擴充到web3上面 可是他們還是需要一個web2的experience 那我們提供的就是這樣的experience 那在過去的這一年半其實我們成長很多 就每個月大概就是70%以上的成長 都是透過這些就是web2的conversion 然後帶來然後提供這些web2企業一個web3的功能 那就技術上來講的話我們也一直都是走在前端 就是我們一直不停的跟就是會觀察市場上 比較有領導就有創新技術的一些底層公鏈 然後像是Flow我們現在是Flow上面最大的錢包 然後Flow是也算是一個就是NBA Top Shot 一年多前帶起這個NFT浪潮的那個應用所在的公鏈 那除了Flow之外 其實我們跟很多新的公鏈都是有就是深度的合作 像Solana也是我們首先帶進台灣的 然後像是Polygon還有像是Avalanche等等 就是我們都是最先在上面支援 然後還有提供應用的一個partner 那最近大家之前可能有聽過Facebook 有一個區塊鏈項目叫做Libra 然後後來改名叫DM 然後後來Facebook因為就是被各種監管 然後做不下去 後來這個團隊直接跳出來做一個新的公鏈叫做Aptos 那我們也持續在關注 然後接下來也會有一些合作 好那這是我們看到接下來就是在區塊鏈產業裡面的一些機會 剛剛有講到有一個web2的轉型 就是說既有的這些網際網路公司 他們希望可以透過web3來提供更完整的功能 更完整的互操作性 除了這個之外其實在遊戲或者是在Social上面也有很大的應用空間 遊戲上大家可能看到看過一個電影叫做Ready Player One 它是一個叫什麼一級玩家 然後它是一個就是虛擬世界裡面有聚集的來自很多不同的這個IP 不同遊戲商然後的這些角色這些道具 然後匯聚在同一個世界裡面可以互動 這對遊戲玩家來講是一個非常有價值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可是這個在既有的web2的世界裡面很難發生 因為所有遊戲商都會想要競爭想要成為這個Ready Player One的世界 那結果就是沒有人願意參加別人的世界 所以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在web3裡面這件事情比較容易發生是因為大家都可以一開始就先制定好一個規則 就是制定好說我怎麼樣去讓利 我怎麼樣去把我的IP授權出去 然後在同樣的這個開放世界裡面 我可以獲得什麼樣的價值 都是一開始就可以從這個就是區塊鏈上智能合約裡面就可以定義的清楚 所以Ready Player One的世界必須要有web3這樣子的底層技術才有辦法發生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帶動這樣子的機會 那除了錢包本身之外 其實我們有做一些區塊鏈世界裡面的一些應用 例如說BlocktoSwap就是我們的一個去中間化交易所 就是Token換Token的一個交易所 BlocktoBay是我們的一個NFT的賣場 那這兩個分別在就是全世界的交易量的排名上都有 就是像BlocktoBay的話就前陣子一直都是在第三到第十名之間 in terms of trading volume in the world 那所以其實這些東西有點算是我們 因為覺得在這個世界裡面缺了一些東西 所以除了我的錢包之外 我們會做一些額外的周邊的服務 就是無心插六流程也算是做出還不錯的成績 那我們團隊的話 我是李璇 然後我自己本身的技術背景出身 剛剛大家有提過 那Edwin的話 他是這個Business背景出身 然後他之前是就是區塊鏈生態系裡面的architect 就是他想帶了很多的企業 然後到區塊鏈上面建構應用 那我們整個團隊目前有四十幾個人 全部都是很有區塊鏈經驗的工程師 設計師 Marketer BD等等 好 那這是我們的投資人們 其中比較有名的 例如說像剛剛有提到的Mark Cuban 這個NBA Mavericks 這個獨行俠隊的老闆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區塊鏈愛好者 那也是我們的投資人之一 那我們的公司文化是很彈性 而且很empowering 我們相信我們的員工可以自己就是 管好自己 然後可以就是自己努力向上 那我們就是其實很casual 大家其實沒有很明定的這個上下班時間 然後也不用打卡什麼的 然後基本上上班我就穿這樣子 那我們團隊很講究growth mindset 就是我們相信每個人不是完美的 可是在這裡我們可以一起成長 然後一起可以找到自己有進步的空間 再來我們很open 很坦承 就是我們所有的資訊 就是我們會就是讓所有的這個員工 都可以共同的理解 然後知道為什麼會做怎麼樣的決策 知道我們現在公司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也會如果有就是看到哪裡 做不好的地方 也都會很坦承的降 那我們也很開放 讓大家都可以對co-founders們 或者是管理階層們做出各種建議 那我們目前在找的角色 有最主要是backend developer 跟blockchain developer 我們也在找就是Dev Advocate 就是可以幫我們推廣我們技術solution 再參加各種conference 例如說像Costco 然後讓全世界的開發者 都可以知道我們的solution 然後還有sre 那其實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很多啦 frontend 還有marketer 還有data analyst 其實超多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關注我們的Facebook 跟我們的Cake resume 然後可以找到我們完整的職缺列表 感謝大家我們是blockto 我們目標是想要讓區塊鏈變得簡單好用 讓我們謝謝blockto的分享 那接下來請玉山銀行的夥伴進行準備 對 你們的牌子 對 好 玉山銀行成立於1992年 以台灣最高的山為名 秉持著新清如玉 易重如山的理念 提供顧客全方位的金融服務 因應金融科技的發展趨勢 玉山設立金融業第一個 以AI為核心的智能金融團隊 結合科技與金融專業 創造多種新型態的數位金融服務 並快速成長 玉山將持續結合各領域專家團隊的力量 發展有特色的創新金融服務 讓台灣的金融服務登上國際金融舞台 成就台灣的玉山 世界的玉山 好 那接下來 就請玉山銀行的夥伴 開始進行分享 好 大家好 那我們是玉山銀行 接下來就由我們來分享一下 我們的職缺內容 好 那大家一定對我們有一點好奇 我們先問一下 那我們是誰啊 好 大家好 那我們是玉山銀行 然後我們主要是負責 AI跟Machine Learning相關的一個 部門 那我們最主要的工作跟任務 就是會去把AI Machine Learning 然後把它導入到我們金融服務當中 可是一定有一個困惑就是說 為什麼金融業要來Costco 那開發工作多嗎 好 那為什麼我們會出現在Costco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內部的這些 Machine Learning的平台服務 使用了大量的open source的服務 像比方說從我們的開發的環境 然後一直到我們DevOS 可能要去部署環境 包含我們內部使用的Green Language 然後以及我們Coinfra 等等的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有使用到大量的這些 open source服務的一個地方 那我想要多了解一下說 那銀行在AI服務上面的應用有哪些咧 好的 那我們在AI上的應用大概有分成這幾種 第一種就是針對金融產品的部分 像比方說可能針對這個理財的商品 我們可以做一些商品的一些推薦 最適合的推薦 再來的話可能針對像是風險管理 或是法令遵循的方面 我們也有提供一些服務 比方說信用卡的倒刷偵測 或者是說我們內部可能做信用平等 或者是房貸的估價模型等等的 再來的話我們針對流程方面的話 也有提供蠻多AI相關的一些服務 比方說我們可以針對銀行的支票影像去進行辨識 上面的金額等等去降低我們人工處理的一些流程 那最後是可能針對顧客體驗方面 像是我們的客服中心 每一個顧客通話境界其實我們會透過像是AI的方式 可以去回覆顧客的一些問題 那從技術面上來看的話我們大概有這幾項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用RPA的方式去降低我們一些 原本需要人工處理的一些流程 再來的話可能針對像是傳統資料科學這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有提到我們有提供像是風險方面的一些服務 另外的話我們有針對像是行銷上面有一些應用 那剛剛提到影像辨識類的話 其實我們這邊剛剛有提到就是像是支票的影像的辨識 或者是各式各類的這些政見的辨識 其實也是我們應用的一個範疇之一 好但是那銀行部署AI服務的話有遇到什麼樣的挑戰 或是相關議題咧? 好那我們在這個服務的初步 建制的初期呢 其實有絕大部分的能量可能會花在就是撰寫這些模型的處理 模型的不管是資料的前處理 或者是模型訓練的一個部分 可是呢其實真正的問題和挑戰是在上限之後才慢慢的發生 那我們會看到說在上限之後其實會需要做很多像是另外的處理 然後我們要怎麼去做模型的監控等等的 甚至說我們要做服務的迭代 那要怎麼樣子在這一連串的要求之下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滿足服務的水準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最大的挑戰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我們開了什麼樣的缺 好那也因應剛剛提到的這些挑戰 我們目前最主要想要找的人呢 有大概就是這三項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責任機器學習平台的工程師 主要我們會透過像是微服務的技術去打造這個機器學習的平台 再來的話我們針對巨量資料的處理的部分 也有在責任相關的Data Engineer 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會目前有在徵SRE相關的一些人才 好那哪裡可以找到玉山銀行的攤位咧 好那我們的位置就是在炎陽大樓的312 那我們的攤位是在B12 那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啊 對剛剛提到的職缺的內容 或是說我們的工作的內容呢 如果任何不了解之處都可以來找我們聊聊 好那最後的話就是歡迎大家可以加入這個玉山的一個行列 來跟我們一起打造新世代的AI平台 好那謝謝大家 讓我們謝謝玉山銀行的分享 那接下來就請Shopline的夥伴進行準備 Shopline 全球智慧開店平台創立於2013年 秉持的Empower Retreat to Succeed Anywhere 的理念 期望讓想創業的團隊想建立品牌的企業組織 都能透過Shopline 的服務成功將品牌 產品推廣到世界各地 發展至今 Shopline 已是超過1800人 跨越香港 台北 吉隆坡 胡志明 深圳 廣州 新加坡 曼谷等 八大亞洲城市的國際化團隊 嗯 好 接下來就請Shopline 的夥伴開始進行分享 好 大家好 我是Shopline 的負責招募的HR Trista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在CostCop的年會跟大家見面 然後也想要趁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我們Shopline這間公司 提供很不錯的工作機會給大家參考 好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公司 我們是提供電子商務一條龍開店服務的公司 那我們是2013年的時候在香港創立 15年開始我們有了台北的辦公室 那在17年的時候我們成為了Google 在大中華區的第一個電商平台合作夥伴 那18年的時候我們也成為Festwood的行銷夥伴 19年的時候獲得阿里巴巴的增額投資 那這邊非常感謝我們就是一些產業龍頭的肯定 在創立9年來呢 我們已經在亞洲的各大城市成立了據點 就包含這個台北啊香港 深圳 胡志明市 吉隆坡 新加坡這些地方 那身為一個跨國的公司 我們的員工數就如同剛剛的主持人提到 我們已經超過了1800人 而且我們在亞洲已經協助超過35萬品牌 架設他們的電商網站 在2021年度我們就已經協助店家 這些店家去接觸超過7億人次的消費者 所以我們的這個資料庫啊 的資料量的部分都是相當龐大的 也已經有一定的這個User Base 很歡迎喜歡跨國團隊 然後想要挑戰的工程師 來瞭解加入我們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目前合作的一些知名品牌 像是這些知名的國際品牌 例如說杜雷斯啊 Studio A Tenga 他們也都是選用Shopline的專業團隊 幫他們架設這個電商平台 那也有不少的這個藝人網紅 是像是Kit或是賈靜雯啊 好威小姐這些也都是透過Shopline 幫助他們拓展在電商的這個事業版圖 那我們也有提供跨境電商的服務 像是海邊走走 它就是成功透過Shopline 跨出台灣的市場進軍全球 好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們提供的服務不只是網路商店而已 我們提供的是整個電子商務生態圈的各項功能服務 所以包含剛剛提到的跨境電商 然後我們會協助Merchant走出台灣 銷售到世界各地 我們也有做這個社群購物的功能 就可以輕鬆的在直播間就下單 那這個也是仰賴我們的工程團隊 去做第三方比較深入的串接的這個部分 那基本的這個Post跟CRM就是不用提 那也有提供各式的這個數據報表 可以讓Merchants他們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商業表現的 也可以透過我們的系統 針對他們的目標客群去做精準的投放廣告 甚至由我們的顧問來協助廣告代操都是OK的 那在我們團隊呢就是工程師你會有機會 可以深入的了解電商產業還有相關的技術 包括剛剛提到的在Facebook這邊 我們可能在直播的這個購物的功能 我們會串的比較深 對 然後也有像一些數據報表的功能 所以像我們現在正在招募的Data Engineer的職缺 在我們的團隊中也是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如果是對電商產業有興趣 或者想要了解更廣泛的技術應用的朋友 就是真的蠻適合可以來了解我們看看 好 那我今天會想要跟大家分享 比較多公司的這個福利的部分 對 我們這邊的話呢 假的部分是相當不錯的 我們生日當月份就會有一天的生日假可以自由做安排 那也會有全新4Pay的並假 一年總共有12天 然後也有第一年就有15天的年假 之後也會有逐年的递增 假期都是可以放好放滿的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福利叫做Shoplight Flex 這個是每一位員工他在每年度都會有2萬元的彈性補助 可以用在像是旅遊 然後進修的課程的報名啊 然後健身房的費用 都是可以使用這個額度來做報銷的 那我們上下班時間的話也是彈性的 那我們這邊其實也會舉辦各項的活動 可以讓員工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都是可以就是建立彼此的感情 那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活動照片 基本上逢年過節啊生日的時候 都會舉辦各項的活動 那我們這邊呢 還有這個比較特別的部分是希望可以幫助每一位面試者 都是可以很有效率地完成面試的 所以從最開始的投履歷 然後電話良解的背景 第一關我們通常是會安排技術的面試 那有一些職位會有上機考的部分 例如說Data Engine 剛提到的Data Engine 我們裡面會靠Python跟Sequel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都會盡量在三週內幫助每一位面試者 可以很有效率地去瞭解我們的職位完成的面試流程 好 那我們這邊團隊其實 院士的時候常常會被問到說怎麼樣的人會適合我們的團隊 那我們這邊其實有一些比較重視的這個核心價值 對 那如果你覺得這些形容詞很像在形容你的話 這邊可能就會蠻適合我們的團隊文化的 好 那這邊的話 如果以上的內容你聽完之後 對我們Shopline有興趣 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看到我們在KCode Resume上面的職缺 我們目前前後端Data Engineer 都是有在做招募的 還有DevOps Cloud跟Operation的部分都是有 那明天我們的講者也會在這間RB105的教室 在11點到11點50分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我們怎麼用Kubernetes這個工具 去做Auto Scaling 幫助大家正在尋找Auto Scaling工具的夥伴們 可以更了解我們的實務應用 好 那今天謝謝大家的時間 那我們謝謝Shopline的分享 好 接下來請Appear的夥伴進行準備 Appear是一家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軟體級服務公司 運用AI協助企業進行商業決策 Appear成立於2012年 以實現AI的普及化為願景 總部設於台北 在亞太地區 歐洲及美國 擁有17個營業據點 包括東京 大阪 新加坡 首爾 吉隆坡 胡志明市 馬尼拉 香港 北京 孟埋等等 為超過1000家全球知名品牌與代理商 提供優質的服務 並於東京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歡迎Appear的分享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APear的TechRecruiter 我叫Louis 然後我們叫APear 但沒關係 大家都唸錯 好 那 因為我們是Happear這樣子 那所以沒有X 所以我們就是APear 好 沒有問題的 好 那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們APear的不管直缺也好 這個公司 好 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放輕鬆 好 那我們在這個剛剛這個六分鐘的時間裡面 希望可以趕快結束 好 那 我給大家30秒掃這個QR Code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三分鐘腳很長欸 好 OK 那大家如果想要就是認識我 或是想要多了解APear的直缺 可以到LinkedIn上面找我 Louis Lee 好 那APear是一家就是 就是我直接就是sumb up一下想一下 好 那APear其實就是一家在 MARTech裡面算是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稍微聽過 大概知道我們家在做什麼事情 好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在MARTech裡面算是 我們可以說我們是top player 應該可以啦 好 那的一家公司一家AI公司 我們就是用這些AI的feature也好 AI的model 就是幫助我們的客戶去達到 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 想到更好的板位 或是做到更好的一些精準的投放 那其實我們的很多產品 其實也是會幫助我們客戶 比如說去做到很多他們想要做的 比如說engagement啊 或是做一些轉換 好 因為我們投廣告 其實就是希望他們後面 還是有很多的轉換可以去 去convert 然後去讓我們的客戶活力 好 那當然也會包含 我們很多一些數據的一些洞察 數據的一些prediction 好 那這邊都在各個環節上面 整個漏斗下面 其實都是我們APear的重點 好 所以我們APear其實就是算是 也算是一個一條龍的服務 這樣子一個one stop shop OK 好 那 我今天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在APear工作 其實有幾個有趣的特點 好 那 其實像第一個 其實在APear就是 就是在台灣 因為今天是Costcard 我想主要我就focus在 Engineering上 Engineering Team 好 那我們大部分就是在台灣做全球的生意 我們不只是就是 只是focus在 東亞 東北亞 東南亞 好 其實我們其實目前 在很多地方其實也都有據點 而且其實我們都在推進當中 好 那其實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說其實我個人覺得 這是我個人想法 就是說其實在廣告產業裡面 還是有這麼多的就是市場 是我們可以去工程掠地的 好 所以其實APear的 我想我們是非常ambitious的一家公司 其實我們其實在去年已經在日本上市 我想這個應該是大家 如果你在純軟行業裡面 你其實都有聽過的 好 那我們在整體 Global overall來說 大概600人 那我們其實可能工程團隊的同仁 大概就至少佔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是非常product oriented 然後非常工程 oriented 然後也非常customer centric的一家公司 好 OK 那為什麼要在APear工作 其實我覺得我想 因為大家都是engineer 我就分享一些engineer的事情 我覺得engineer會比較喜歡的東西 第一個 我今天覺得腳很熱 因為我其實也很少穿這麼多 就是很少穿長褲 剛剛就像剛剛那個李玄學長他這樣穿 所以這個我想是大家會很在意的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很開放的空間 然後很開放的地方 讓大家去學習成長 所以其實你想像的 比如說startup有的我們也都有 那當然就是除了startup有的以外的 我們也都有 所以我想在APear工作是一個還算很有趣的地方 蠻有趣的經驗這樣子 那這些彈性的工作模式也好 或是說很優質的工作環境 這些其實我們都是很希望 可以讓我們的同事 我們的同仁可以在一個很棒的環境裡面去做開發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像比如說我們的工作環境就是 沒什麼partition 然後大家就是可以走來走去 然後稍微互動一下 就是你不用還要寫信給他 或什麼的 就是有一些互動或是一些溝通 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的便利 然後簡單 然後直覺 所以這也就是帶到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平常在跟Canit溝通的時候 其實我都講到這些 因為我們很強調第一個 direct communication 講重點 我們不開什麼很融場的會 就是我們就是要講重點 然後講到真正我們需要知道的事情 然後大家再去把工作做好 通常open minded去跟大家討論也是想法 那也非常open minded去接受大家的想法 那可能會有很多 furthermore 大家可能會說 那我覺得你那個B做法其實也不錯 或是C做法其實也不錯 那你怎麼看 所以你很常會有這些challenge 那ambitious我其實也常會說 就是說其實你要就是 不只是對公司的產品有ambition 或是你對自己的工作的質疑也有ambition 其實這個也帶到就是說 其實你對你的工作是有passion的 我覺得這超重要的 就是說 其實software engineer其實是一個 這樣子的工作其實是一個很吃passion的工作 就是你必須要不斷的有很innovative 然後不斷的創新 不斷的grow 所以有passion這件事情 是對我們來說超級超級重要的 OK 那apure現在目前還是在大局的偵彩中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不斷的想要就是 擴大我們的市戰嘛 所以我們要做廣做深 所以在engineering team裡面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職缺 其實基本上目前我們都有開 所以如果是就是對我們公司很有想法 很有興趣的同仁 就是歡迎就是等一下直接在我們的 炎陽 炎陽大樓那邊跟我聊聊 或是說可以直接就是等一下就是交換一下link in 然後可以再多深入了解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 讓我們謝謝apure的分享 那今天的人力偵臺閃電秀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那歡迎各位與會者去找心目中的世界級團隊成員聊聊 那請各位與會的贊助夥伴再舉一下你們牌子 讓大家知道在哪邊可以找到你們 麻煩一下囉 好